温柔嗓音轻轻唱出克里米亚人遭到压迫的悲惨 跟对和平与爱的渴望 眼前这名黑发女子是2016年欧洲歌唱大赛冠军 乌克兰歌手贾玛拉 出身克里米亚的贾玛拉 当年凭着1944这首歌曲 拿下欧洲歌唱大赛冠军 虽然是多年前的旧座 但却是乌克兰如今的写照 这次在俄军入侵乌克兰后 迫于情势的贾玛拉带着孩子逃到邻国土耳其 并不时发布影片呼吁全球支持乌克兰 加玛拉还提到她的祖母是克里米亚达旦人 1944年时像其他克里米亚达旦人一样 被苏联压迫离开了家园 而她从来没有想过 她也被迫以同样方式离开自己的国家 先生还留在乌克兰的贾玛拉 强力呼吁战争赶快结束 并表示会继续用她的歌声筹募资金 帮助她最爱的祖国乌克兰 华氏新闻综合报道 我是陈亚玲 想要跟我一起丛林掌握天下是吗 赶紧按下华氏新闻YouTube频道的订阅按钮 开启小铃铛 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 给您最专业的华氏新闻